大家好,我是Stan Astro成员CiaoNu 在任尼面的一个举动 融化了所有网友们的心 在22号播放的任尼面 接受惩罚的环节 陈苏敏仰赛棋色节 需要被分别装满 纸花、水、墨水的铁桶 泼在身上的时候 CiaoNu发现铁桶里是墨水后 故意将墨水泼在 偏前面一点的位置 尽量让陈苏敏的身体 不要占到墨水 而因为CiaoNu的暖心举动 陈苏敏只有前发跟裤子的 一部分失掉了 但是CiaoNu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马上蹲下抱住陈苏敏 向他道歉了 你这个有罪男人 据了解CiaoNu是因为 听到陈苏敏向制作组抱怨 今天没有带内衣来 才会苦恼后 做出了这个暖心举动 人怎么能这么没有现实感呢 不就是漫画里的男主吗 长得帅就只长得帅吧 你这样的话 我的心脏真的很痛 破在我脸上也没关系 抱抱我吧 我一次都没有给CiaoNu留言过 这次真的 看到旁边的人是直接破到头上 又变得却这样 所以更让人心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CiaoNu后的 陈苏敏超真实反应 下个消息是 女团Pili成员Zuki 以千篇万化的表情直拍 大幅提高了知名度 但是在知名度大幅提高后 在韩国论坛 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贴文 Pili-Zuki是哪个女团的成员呢 Pili-Zuki是跟Pili-Elish一样 人的名字吧 然后就能看到这样的回复 Pili是什么 日本也有人使用Pili这个姓吗 Pili是组合名 Zuki是人民 Pili是组合名 我一开始也以为名字就是Pili 我也以为那个就是名字 大家好好记住 这位Pili成员的名字是 FuFu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一下子得罪三大经纪公司的以色谨 在一个综艺节目 拿Piti给以色谨出了个音乐题 每个人都一定会跳这个舞蹈 看你表情 好好听一下 这是几年度发表的歌 对以色谨来说 比80年代的歌还要困难的去年的歌 歌词里有歌名 为什么会有Amonde 你是在无视这首歌吗 演艺事业不想继续下去了吗 是Blackpink吗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笑 组合名叫Azpa 就猜猜看歌名吧 是JVP吗 你得罪了三大经纪公司 告诉你所属公司吧 是SM Jenny 为了保会议人就到此结束 你曾经是七一年生 不知道也不奇怪 对他来说 Blackpink、Jenny 是最新更新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